這個消息出來就不是很盡興 有時去旅行都很不盡興 為什麼呢?就是 亦都令到我們的人是怕了去旅行 原因就是因為 相信大家在上個禮拜 其實都有一個消息出來 就是記協開了記者會 原來我們節目都少說了 就說一說這件事 都挺大件事的 就是什麼呢?就是 在這幾個月來 就有十幾位的記者 是遭到無理的滋擾 那滋擾包含的對象就是記者 記者的家人 記者的僱主 還有家人的僱主 不是記者的僱主 還要是家人的僱主 更加間接 幾十名的人士 可能是租樓住的業主 或者同層的所有鄰居 都滋擾 以及十三間傳媒組織 都受到滋擾 那 記者呢 我首先講一個 就是爆炸頭的 不要講爆炸題 我們講了今天 在商台有一位記者 就講了他的故事出來 商台今早就有一個 叫做花蜜 我們講回香港的情況 下午記協 召開這個記招 就是近月 幾十名記者遭到恐嚇騷 這個光傳媒的標題 有記者家人 及其僱主 收自稱愛國人士發出匿名投訴 說真的 我想跟這些愛國人士說 現在的勢都是你們 由國安法 由23條全部立了 已經由亂及自由 自及兄 每天說到香港的故事 你們還想怎樣 下午連小小其他聲音 監察聲音都要用不下 動力就喊打喊殺 用來威嚇騷擾 這樣做有沒有意思呢 社會 想想政府是不是做什麼都對的 政府有沒有失誤的時間 有些媒體監察著他 有些記者 在報道政府做的每一件 然後關於市民的事情 很合理 有問題自己出來 沒有問題就讚賞你 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那為什麼都要這樣呢 是不是容不下這些聲音呢 我們經常讀律子 唐太宗 為什麼會被人說 一代他民軍 當然你問歷史上 那些所謂的民軍都有很多問題 就是由你漢民大 漢警大 漢明大 等等 去到你明仁宗 明孫宗 明成祖 唐太宗 唐孫宗 等等 唐高中一樣有很多他自己的問題 自覺的問題 不需要神化 但是當時他最著名的成文 除了打仗之外 立戒嚴 聽這些人說什麼 就是表示連古代 你讀律史上 我們會稱讚那些封建的時候 都會讚賞那些肯聽別人說話 不會因為他說了些話 你不適合聽批評你監察你 你就會對他有處分 反而那些不懂得聽的 處罰那些大臣 處罰那些說真話的人 一定是暴君 一定是他垃圾 那你是不是想到社會這樣 你說你愛國 你哪一副愛 我想問 你知道這個社會應該是怎樣 社會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聲音 是不是要單一化 什麼都是一模一樣倒模 不就是 你看這件事 記協的聲明就是近月幾十名記者受到滋擾 家人 甚至家人的僱主 不單止傳媒機構收到這些信 連家人的僱主也收到 家人的僱主也收到 這個記者的媽媽的老闆也收到 你是不是瘋狂 試圖威嚇記者放你新聞工作 那不就不用記者 全部作者就OK 作新聞就OK 或者copy and paste 現在你看看那些記者都不夠了 那些國際新聞全部copy and paste 根本就沒什麼時間 做法律你故事我 連說總統選舉 逐句論特朗普何凡禮 有哪句說話說錯 有哪句說話前言不對後語 有哪句說錯 有哪句copy and paste 根本就沒什麼時間 你猜猜猜猜我 連說總統選舉辯論 逐句討論特朗普何凡禮 說什麼 有哪句說話說錯 有哪句說話前言不對後語 有哪句說話今天我打得再得我 你猜猜我像昨天 我列出何凡禮在總統選舉辯論 有九大謊言 你猜這些不用花時間 他花心思 媒體應該這樣做 但已經不夠人手 你還要這樣恐嚇 只要他平時報導一些真相 你想扮看不到 只要他一些評論 你不喜歡聽 是就要一言堂 是不是要這樣 你自己在政策上 你沒試過受損的時候 包括房屋政策 民生的政策 你沒試過 你受影響的記者和機構 包括13間國際和本地媒體 和兩間新聞教育機構 記者強烈譴責有人試圖用威嚇和資料的手段 防愛及客退記者工作 強調絕不姑息和絕不容忍有關的行為 記者說近日發現 針對記者資料的事件越來越頻密 越來越頻密 越來越嚴重 相信是有效針對記者的行為 在今年6月至8月發現 幾十名的記者和家人 家人的故事 並有不同的方式 包括在社交媒體抹黑和恐嚇 發電郵或者寄信警 記者和家人的地址 或者寄去工作地點 或者合作機構 恐嚇為削減你的收入內源 無求私家 孤立和醫療記者 令他們放棄新聞工作 或者公會的崗位 不可不可以做記者執委 受影響記者和機構 13間國際的本地媒體 兩間新聞教育機構 包括記者執委 獨立媒體 香港Feedfax 自傳媒 這些都是聲音 比較上有很多都做監修政府 做新聞做得好的媒體 走邊搞 他只不過做新聞做得好 可以披露一些政策出來 然後你都看不慣 就是不解決問題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就算你解決了這些記者 是不是社會上沒有這些問題 你要看不到這些事情 你就要執政者不要犯錯 不要出現失誤 政策不要出現漏洞 而不是沒有記者 而不是沒有批評聲音 6月開始收到這些自稱外國人士 匿名投訴電郵和信件 他說這些投訴的模式都相近 投訴人員不同的身份 進行威嚇 例如現在掌心犯投訴 或者以傳媒讀者的身份 去投訴等等 所以我們這個頻道 什麼投訴都沒有用的 就不會理你 你投訴也是浪費氣 有些這樣模仿從武公司 追債的信件 包含記者讓罵的相片 用語帶威嚇的意味 當中不少信件就說 如果對方依然和記者 或者家人有關連 會危害國安 或者違反基本法23條 東促機構和攝氏人 你示範23條和國安法 我想問23條和國安法 有什麼地方會說諸九族? 有什麼地方會說他的連作法? 你這些可以曲打23條 老屈國安法 你反而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 有組織的煽動 喂 真的啊 如果你和記者家人還有關連會危害 國安立即違反基本法第23條? 23條有連作法嗎? 諸九族會 東促機構和攝氏人斷絕關係 即是如果你不解僱 你都會違反他23條? 這樣他瘋了嗎? 或者要求機構核查 各人事在工作上有沒有違規 另外 有社交媒體用戶在不同群組 張貼售視部份媒體和記者的內容 將政黨的採訪工作描述違法 指控報道具閃動性 被什麼記者追蹤36人 溫來自不同機構 我記得19年20年的時候 當時還不是有一些 就是他們那邊的黑名單 包括很多的記者 但是資料就很足夠了 就是有沒有需要這樣呢? 想這樣嚇人? 2024年 你不是說有國安法有23條嗎? 有國安法有23條 有什麼舉報熱線? 執法者如果覺得他們有犯法 就自然會做事 不用你私下給信件動用私人 是不是連你們也不相信社會有法治 所以要動用私人 要這樣威嚇人呢? 反而犯法的是你 打著愛國的旗號 但自己率先犯法 那你有多愛國?我想請問 多謝阿威敏 記者也發現有威脅者發佈的社會媒體鐵文 包括記協執委的圖片 他連他的家人的資訊 他家人的僱主的資訊 都可以知道 而且密集式 譬如入侵了別人的Facebook群組 然後分享一些恐嚇的內容 連租用單位的業主都會受到恐嚇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有規模 有計劃的一個組織的行為 首先不是個人行為 可能會有人說 可能是一些維緣阿伯 真的很熱血 很愛國心很強 想找一些人教訓一下 你可以這樣說 但你說的是這一大的群體 牽涉之廣 並不是一個人可以造成的 而有的資料 也不是你說隨便可以查得到的 我只能夠這樣說 這是一個政府級的行為 你很難不想 因為哪有可能知道你入境 沒錯 你入境的時候 這個海關說不關我的事 入境處還未出聲 但如果可以知道這個系統的運作 後面一定是保安局 我真的要過問一下 保安局是否應該出來說話 這個牽涉到你部門的資料外洩 還有大規模有組織的行為 我當你不存在 但你部門的資料外洩 也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有人說他自己是國安處 警方說鼓勵任何 蕭澤營出來說話 他說他收到兩宗的報告 他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 警方鼓勵任何人 受到恐嚇及之要報警 重申警方會不偏不倚 不理背景去徹查 問題就是 你那個現在是國安處的人 那我跟警方報案 你是不是會查國安處呢 你是不是會查國安處呢 是不是 還有國安處去有個案 都不需要跟你警隊去交代 還有反過來 那個記者可能還會被人告 為什麼他用匿名 就是因為根據國安處的條文 如果你是受到調查 你都不能夠趕出去 是不是 那你現在 你叫那個記者出來 你去報警吧 那就自投羅網言之後 是呀 沒錯 公開了出去 是不是 現在究竟 國安處這樣跟你說話 究竟是受調查你 去教育你 還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問題是 現在說到 就是要令到家人都受到恐嚇 這個程度 是非常之誇張 難怪我最近 經常做節目之前 去看那些網媒新聞 少很多 你雜誌寫可能只有三四篇報道 你可能其他的媒體 都只有三四篇報道 我就奇怪 獨媒或其他的媒體 為何會三四篇報道 三四篇報道 這麼少呢 不是香港沒有新聞的 大哥 原來 就是因為這樣 那些記者辭職 如果大家 其實我們自己私底下都知道 某些的傳媒 即是網媒 其實他們的員工 自己紛紛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都說我已經辭職了 以後的事情不關我事了 其實在過去這一兩個月裡面 都是有發生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只不過外間 不會將每一件事 都當新聞去公佈 去報道 但以我們所知 其實是 是有無數的這些記者 是自己就說 我不做了 然後就說 以後的事情不關我事了 之前的事情都不關我事了 這些是網媒的部分 但有些是一個大的機構 大的傳媒機構 他都受到恐嚇 傳媒機構 其實他們那個主管 都應該要出來出聲 或者要出來報警也好 怎樣也好 都要交代 有一件事 因為這個恐嚇 不就是叫你收手 我去國安 你可能說 可能就是國安來調查你 那你就收手 但這個是不是牽涉到 一個未審先判呢 或者一個威嚇的手段 這個都不要說了 但有些的情況是 是有些匿名的人 貼一些血腥、刀、槍擊的恐嚇內容 是去別人自己的社交媒體 那這個就完全是非法行為了 你不可以說 因為國安工作大了 這些我想 堂堂一個國安 不會用這麼下三樓的手段 手段來貼這些內容 但誰做呢 這些消息是誰流出來 誰做呢 這件事就 去講美國總統選舉的辯論 之後那些賭盤 那些走勢 還有再講 譬如今天AM730 一篇社論 在這裡評論 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我只會說 為什麼香港的中文媒體水平 真的可以這麼低 尤其是說國際新聞 或者太空 甚至你說科學 可以永遠他們不能做功課 錯漏百出 基本資料都不能夠 說國際新聞 連一些實理都不能實質 然後就學人寫社評 所以等一下會說 AM730那邊社評 是怎樣垃圾 如果這些都叫做他傳媒 簡直丟人他現 不過世界上 不止他香港的 很多地方的主流傳媒 自從那些是左膠把持之下 除了宣傳他的政治理念之外 很多事情 就著自己立場 很多事情 說不說 甚至連錯的都繼續說 這才是最悲哀 立場可以不同 但事實不容許更改 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先說回香港的情況 下午記協召開記招 那是香港的